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最近的李宗教授 也是曾經的張會長 實際上已經離開了 各位宗教 各位同學 各位朋友 早上爽 我應該說 我覺得很榮幸 這次這個辦事證明 我真的很榮幸 我沒有想到 終有一天 有那麼多朋友 在最重要的 最出名的進化大學 能夠集中在一起 跟我們一起考慮 一起想一想 我們把這個被 我是今天的談 稍微被忘了 被忽略了 一個非常重要的 自然的 自願的文化遺產 怎麼樣的 保護他 把他穿下來 的這種 演套會 所以我在這裡 你們看 我不年輕 對不對 所以我爬山也是比較困難 所以很多地方 我也沒有去過 我也沒有去過 我這裡真的是 半年弄 你們應該要原諒我 而且我帶領你們 等一下 如果有討論的地方 還是 今天下午大家討論 請多多幫忙 請多多指教 我今天研究 中國的自然 大自然的 跟道教的人 非常核心的 中間 跟其他的 保護黃金 保護荷蘭的地方 當然是非常大的 一個事情 第一 你問我 我今天 只有做兩個 小小的題目 第一個是 為什麼 一個老外 一個外國人 他對這個事情 會有興趣嗎 為什麼 荷蘭的 世界責任基金會 出一筆錢 讓我們 小小的基金會 做一些 籌備的工作嗎 為什麼 我們一開始說 這個是 有國內 國外 的那個翻譯 很大也很好 很多人 就對這個 開始有興趣 我現在要說這個 然後 後來 第二部分 我要說一下 這個 中國的 古有的 宇宙論 跟他的 那個 責任哲學的思想 在外國 什麼 接受了 這已經 在 有的 歷史上 有過什麼 印象 這個是 只有這個 兩個事情 我的那個 PowerPoint 是雙語的 因為 有的 其實 英文比較好 所以有的 是中文 我們這個小小的 愛山基金會 完全是科學的工作 我們是 我們是 不要說 我一定 也不說 這個 空間 和其他的 包括 是那麼漂亮 那麼好 那麼這樣子 大家都已經 同認這個事情 我們就知道 我們現在談 初步在談 在經典裡面 在道章裡面 就出來的 就是 我們不是說 官方的 但是 那個 那個 金剑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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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ák的 包括 所有 一百六十多個 所以 很大 它們是 每個不一樣 方面 也不一樣 還是 但是 為什麼 他們 他們是 那麽特別 呢 因為從漢代到現在,在哪個地方是沒有大列國,都是最有最盡的在歷史的演變之中, 就看了一些木頭、一些樹木,但是其他都保存得非常好,有它的責任的勝利,這個是難不難得。 所以到目前為止,那些地方是保存很多非常難得,包括動物跟植物, 還有當然是裡面也有很多剛剛提出來的歷史跟文獻, 他們是最好來代表中國關於道的思想。 我們的研究有八個比較重要的主題, 一個是我們要知道,這個164個地方到底在哪裡。 我們的歷史經典裡面的目錄有出入,有的是不同,要搞差,他們到底在哪裡,他們還在啊,在哪裡。 這個是已經相當不容易的工作。 它的歷史開始的時候,從鐵石道的二十四職,在社圈跟廣中,到最後的那個,在林海的那個冬天跟福地跟完。 它的歷史什麼時候開始,這個都是一個必須考慮的問題。 它的植物則遠,它的動物則遠。 我們為什麼不做人呢,對不對? 因為在東京福地,動物很重要。 我不是說比人更重要,但是當然是比較重要。 它的建築物,它的建築物,它的名書,書法,就是穆亞明,它的教書,它的繪畫,它的背文,還有,不要忘記,它的傳統的那個繪, 但是開始的時候,我是對我自己的歐洲,我要說一些不客氣的話。 因為我們的研究是一個條件,就是要有比較,我們不比較不行。 如果我們現在說中國那麼好,那外國呢? 那外國呢?那外國,我不要說美國,我不要說那個有什麼地,還是Yellowstone, 因為我對這些地方非常有意見,所以我怕後來我到美國,他們不讓我進去。 但是,我就是說歐洲好了。 比方說,離我的家鄉不遠,有一個地方叫做海洛。 你說hello嗎?但是不是,hello,hello,hello,這原來的意思。 在古老的那個German文是Holy Forest,是一個聖靈。 意思就是說這個名字還在,但是地方已經老早不在了,這個聽官也不來了。 你看,樹木啊,動物啊,都走了。 你看,現在的聖靈,其實不是那麼久以前的那個聖靈。 可能幾百年,現在就全沒有了。 我原來這裡有一個教堂,有一個教堂。 但是實際上,這個是教會做的。 都是小弄船,還有房子啊,還有其他的。 這個是hello,這個不是一個很詩急的例子哦。 然後,到處都是這樣子。 法國,法國一個原始生理都沒有了。 老早就沒有了。 對不對? 但是你相信不相信最有名的奧倫品奧林比山。 奧林比山那麼重要啊。奧林比山的比賽啊。 你相信這個地方還要保證一些責任的責任嗎? 都沒有。奧林比山是框框的。 沒有書。 他現在是不好意思他們開始種書。 好玩哦。 但是動物也撥不回來。 他們自己的那個有了之難。 他們說基督教爛了。 然後很多老的個人的信仰都被打,打擊了,被打破了。 都是原來的那個廟啊,還是建築的寶貴的東西, 都是被用作奠財。 比方說最近,我們在一個牆裡面造一個蠻漂亮的耶拉。 耶拉就是聖武的那個,差不多2500年前的一個條書啊。 他們就那個時候,就用教材就說放在牆裡面嘛。 但是偶然就造大了。 一點點就不重視了。 這個是奧林比。 所以他們說Mount Olympus。 現在也是現在它的那個黃金報復很難。 都是現在隨便砍木頭啊。 把那個水啊。 污染了。 你看,這個是一個希臘的一個老的廟。 甚至波波波蘭那裡邊應該有請金華大學的專門這樣啊。 就幫他們修一下好不好。 那這個是希臘啊。 那那個優太教跟基督教、神書教跟一生教, 他們都是很崇拜這個希臘山。 希臘山摩西在那邊收到摩西的聖書的開頭。 就是他們猶太教的那個世界。 不要多說。 全部是沙漠。 一個活的東西都沒有。 他們都不重視。 他們考慮腦子。 他們都不會考慮這個聖體。 不會考慮動物。 他們不認為動物是人。 還是人也是動物嘛。 對不對? 那這個中國就不一樣。 他們就是天水教會拿出來。 對不起,我都說話比較直。 他們的Saint Francis。 Saint Francis他是那麼愛動物, 他給動物鳥啊。 給他演講啊。 給他講道。 演道。 那他的生地和他出生地, 幾個地方叫做阿西西。 在伊丹里。 你為人物利潤, 他們都比較重視動物嘛。 但是什麼? 都沒有。 他的山, 全部是房子。 全部是墊子。 一個鳥都沒有。 那這是主人。 我們做一個譜。 清楚不清楚? 看得真嗎? 這個是中國。 中國哪裡? 金山山。 飄冷機。 金山山多久? 保護了多久? 已經兩千多年了。 一個交替的天使道的天使智。 漂亮雞人。 在外國找不到。 但是就是跟剛剛那個阿西西人不一樣。 阿西西都是天主。 他們覺得這個是最好的。 但是金山山的房子不大。 不會把這個地方弄壞了。 原來是按照我們在道章領的記錄, 我們知道那些天使智。 那天使很簡單。 如果現在有一個比較壯觀的道章, 我把這個照片給我的外國的朋友看。 他們大使要去一起。 就做一個廟, 做一個很漂亮的道章。 這個是金山山的天福宮。 你們覺得不奇怪。 但是外國人就沒有看到。 就建立一個社廟。 但是原來的樹母, 這個不能動。 你不能動。 你不能動。 你保護它。 這個樹母也是重要。 你不要把它踏破了。 對不對? 我們修道的人, 我們不看這個母種。 對不對? 像金山山的那個建福宮。 他的樹母就是在, 還是保證在裡面嘛。 然後眼鼠球, 給它餵起來, 給它擾它。 我覺得, 這是我客人的看法, 同意不同意。 我覺得, 我們要開始研究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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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附地, 要從這個, 生武, 生太, 多洋。 多洋心, 要從那邊開始。 這樣你就最, 最清楚, 看它的這個重要性。 一直到現在, 雖然是有的外國人很批評 說中國的荒丁破壞 油是我不否認 但是沒有外國那麼重 所以它還是全世界上 這個生物多樣重的最豐富的 最富有的果 還有一千兩百左右不同的鳥種 我跟全歐洲比較起來包含俄羅斯 還有只有五百種 還沒有一半 而且這五百種有一半以上已經快沒有 還有只有名字 但是這個鳥已經不在了 中國呢 我就特別歡迎日本朋友 他們已經認識我自己 你們已經聽到了 中國的國家的象徵之鳥是豆皮 是我們說豬房 可能你們都已經知道這個故事 但是可能世界上就認識得不夠 這個豬房也在中國 為了農藥為了各方面的污染就快沒了 只有在一個小地方 這個豬房子也是天使職的一個地方 一個道教的基地 就是太太山的南面 有一個小村子叫做楊仙 這個楊仙有一個農民 我忘了他的名字 他就看過在那邊還有幾些竹花 這個竹花已經滿瘦了 已經滿累了 如果是在法國的話 他那個晚上他家裡就會吃 他就會吃那個豬房 對不對 但是那個楊仙的那個老人 他就不是 他叫他村子的人 大家幫忙 給他們吃 有一種水汁給他們 他在那邊生活種樹木 他就救了他們 你們去過楊仙 可能你們去過了 現在有幾千個豬房子 這個豬房子救回來 就是中國自己的農民 這個故事讓我非常感動 為什麼這個地方 這個故事不是更有名 在我們現在黃金寶鳳的位置之下 應該是多多從媒體方面來說 這個那麼偉大的是 那這裡有一個地圖 你看台北山是中天到陽仙 距離不遠 這個原來就是台北山中天的一個部分 你看 陽仙的農民 跟他們煮飯 那麼好 那麼過得去 他們就是生活在一起 對不對 他們跟豬牛同樂 一起生活 很自然 很自然 其實其他的地方完全找不到 那台北山 這方面的責任 太了不起 我只有說聊啊 好你們自己看 因為我把中國的名字 中文的名字也說 有什麼紅服 明雞啊 什麼雕之啊 都有都有 說不完 說不完 還有當然是 白熊 對不對 這個也不是 熊貓 熊貓也是外國的名字 白熊 這個白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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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那 精神實力比較重要 那個熊貓 你們都知道 就是 從那個 布乃的那個 風物 像世界上最古老的 一個布乃的 一個風物 原來全 歐亞都有 為什麼 這個 滿胖的 滿滿的 那個 那個 那個熊 只有在 中國 而且 只有在 社圈 還有 這個 管 管中地區之內 還在嗎 這個理由是 很簡單 我們 道教分子 我們都知道 別人 不太清楚 這個是 現在 現在 大家說 大熊貓 它不是 貓嘛 它是熊 但是 這個大熊貓 還活著 還活著的地方 這裏有一些名字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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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外山 明山 走在郭外 王阿那 阿那 熊來 就是這個 那你現在看 早題的 天使智 在這裏 就是界限嘛 就是界限 有天使智 就有熊貓 有熊貓 就有天使智 這兩個是界面的關係 如果在那個地方 有人開始大獵 吃 這個動物 它牢躁 就沒了 就不在了 對不對 所以研究 東天福地的人 就要考慮一下 這個是道教對 這個 生態多陽中 跟東吳 很保重的 環境保護的大大的功能 因為這個不是偶然的 這個是完全是科學的 一個可以證明的事 那什麼時候開始打獵呢 什麼時候開始殺他們呢 就是羅斯福 兩個兒子 在二十年代 他們就有一個目的 我們是第一個白人 就會打獵 會殺 一個大獵帽 Kavin 跟 跟 跟 那個 路斯福 他們就 到那個 藝族的地方 藝族不允許 不要他們 撒這個動物 他們用各種各樣的陰謀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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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獵了 後來他們 你們看 看起來 他們很滿意 他們說一個大好的事 有一本書 我知道你們都是關於 有沒有 那 那 歐洲呢 歐洲 我們的提勁會 什麼都會 出錢 我們的小朋友 去拿錢 買一個 就 我們大小貓 中國的大小貓 只有 一百 一千 八百 支還在呢 但是我們自己的 這個是為了比較 我們自己的 胸呢 沒了 這個胸 沒了 住下來 在法國的阿羅陛山 可能還有幾十個而已 絕對會 會 很快就 全部 不會再 等於說 那這個是體後的改變啊 這個是這個那個那個啊 不是 是人做的 莊子已經 已經 已經說了很清楚 都是人做的 不壞行政 都是人做的 啊 都是他們體系的 我可以說 因為他們是法國的 對不對 很帥啊 很瀟灑 很勇敢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為什麼有愛山 因為我們愛山的人 我們覺得 我們要從中國學 我們要從中國學習 我已經處理歷史過了 我們有 而且 我們要學什麼 我們要學中國的自然哲學 我們有自然的科學 但是我們也有自然的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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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提到 早期的道教展示道 但是 老早 孟子跟庄子 已經把這位 思想的基礎已經打出來了 已經說得很清楚 庄子說 我就用中文 好不好 鴻文 論天之經 你無自情 算天無常 這個文 你們都知道 可是在外國 認識也太少 是非常偉大的事情 知人之國也 就是說得太多了 好 後來 祖馬提 提舊章 說 知德子思 萬物今生 願事無其相 大家在一起 同語 同語就一起活 祝跟萬物拼 他們都是平等的 不是說 公物不行 我們就可以散啊 後來 五代的 傳宗的 畫家 就畫了 修樣子 跟一個老婆 一起生活得很舒服 對不對 互相自己 那孟子 應該在每一個 中心課本 必須有這個 是那個 扭善的故事 他就把這個 黃金 弄壞的 先看木頭 撿房子 後來 草就來了 後來就 牧羊來 羊來牧他 那 這個草就沒有了 後來很快 這個山就 就一個一個 之後就沒有了 孟子 非常清楚 那你說 好 好 這是我們 如 開玩笑 不是 孟子原來 一直到松 松的 這個 古文 古文活動 以前 孟子酸道教 是保證他 是在 藏在的 刀像裡面 是門子 他就把它放在 世俗裡面 這個是 祝希的功勞 但是祝希 他自己是 住在道館裡面 一輩子 而且每天 就念他的那個 黃金釘 他的房子也有一個 彈 所以你就完全說 他是如旺 也是 也不一定是對的 友善 非常重要的 孟子說 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概念 他說 這種的做法 把黃金破壞 是破壞 那個自然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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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的意思 他的潛意 他的意思是說 我們破壞黃金 不是只有把這個 動物和植物 給它破壞 是我們自己 你做人的性 也受害 也受破壞 只有這個原則 只有這個思想 可以在全世界上 如果人知道 可以幫助我們了解 我們現在的這個 破壞黃金的方向是錯了 因為我們不是只有 海這個黃金 我們海我們自己 那 高教的貢獻 是 就把這個 殺動物 這個犧牲活動 吃肉 喝酒 喝酒 把它斷了 檢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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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載的貢獻 是 已經是 這是很具體 我還有忘記的事情 這個 驗變 已經在戰果 開始有 就可以看得出來 從這個童氣 清中氣的變化 這個是清中氣的豆 這個清中氣的豆 這個清中氣的豆 開始 又慢慢在掌握墨 又開始變化 它的蓋子 又開始有山 後來這個豆 又變成一個甲山 又變成一個波山爐 這個是從文化方面的 內術方面的變化 可以看得出來 那個人就開始求 什麼香爐 就反對 反對 寒霧地去打獵 對不對 這個是 這個豆要研究 都還沒有被研究過 你這個豆裡面 原來是放肉呢 放動物的肉呢 那後來變化之後 這個波山爐 就掃香了 這個掃香是多麼寶貴 它是代替 這個動物跟人物的犧牲的事情 我們人類學者 對這種變化很清楚 你老的就去了 去了 行的就來 你絕對禁止煞動物 你後來用另外的東西 來欺騙 用香料 用去 這個是文化方面的一個非常大的變化 那這個不是只有一種思想 一種自學而已 中國人很現在 如果有一個思想 你要做它 你要按照這樣子 要生活 你不要說 你不要說 噢 我們有一個女生啊 瑪莉安 神母啊 但是我們不讓 婦女做生 可是生 可是生 這個有矛盾嘛 對不對 中國不是這樣子 天是道 都是一般一般 男官 女官 二十四官 男幾九 女幾九 都是平衡 在寒代已經開始了 你要實在 有陰有陽 都是一般一般 對不對 中藥的一般 還是女的第一嘛 對不對 我們說陰陽 我們不說陽陰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它有一個New Testament 信約書 天是道有一個信約書 是它的情約 Pure Covenant Pure Testament 神不應實 師不守錢 對不對 所以道士都是求 對不對 都是平道 老師沒有錢 他不守錢 但是根據這個 景日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資料 是老君一百八十階 是那個時候 就是 唐一階老師 前世已經不在了 很可惜 他經我在這裡 在北大做一個演講 我就介紹這個一百八十階 那個時候 王老師你還知道嗎 對不對 二十九年 是 我們就說過 那個時候沒有人認識 這個一百八十階 一號 既九 甚至是台上老君一百八十階 台上是既九 既九是那個天使道的領導 他們有說這個一百八十階 他們有說這個一百八十階 是全世界上最具體 最完成的 包覆皇帝的景點 沒有另外一個文化 希臘也沒有 羅馬也沒有 印度也沒有 都沒有 不得撒上一切無名 不得少也天靈 我看這個 我那個時候 十九年前 在北大就介紹這個事情 現在 已經道士們都在研究這個 我看這一些道怪 有一種 有人有出版 對不對 有沒有 有這個一百八十階 我在社圈 在陽平之 陽平道館 都看過了 所以這個 由挖酒來見 都是非常寶貴的資料 由是因為電視道禁止喝酒 他們這邊就發明一個中國的第五大發明 就是喝茶 為什麼中國人那麼多 因為喝茶是對聖體很好 比喝酒好 我不是做我不喜歡喝酒 還是 最早的茶園 最早的茶園 就是在天使者 好 最後 是不是 國外都不知道這個事呢 都不認識嗎 我們跟中國交流已經好幾百年了 對不對 從馬國波羅到李馬豆到現在 都不知道中國這個事 武士都知道 都是這個青銀啊 李立他們都知道 李馬豆已經死了 在萬里年代 他的接班人是一個意大利人 叫做Martino Martini 這個人應該是更有名 因為Martini他做了第一個科學的中國的地圖 但是他一開始寫一個中國的通詞 很可惜這個動詞他沒有寫完 現在就有第一本 就是在下面 新西加利斯多利亞 Degas Prima 就是第一本 是 《The History of China》 他裡面 他來參加那個時候非常熱鬧 而且一直沒有講完的這個中國第一之症 是最沒有意思的 最沒有意思的那種 他就知道 他就知道 他們是一直就說 我們中國人根本都不知道 最高的最了不起的最上級的這個神是誰 所以我們必須介紹給他們 這個話不成 Martino Martini 他那個時候 萬里年代在中國 有一個中國人給他介紹 財上老君 長青青苗鏡 達到 無形 神域 天體 等等的話 而且這個就是在 他的第一本中國歷史 他就見是一個中國語遊 他有一個智商的神 他有一個罪比什麼神都高 這個就是道 那 那 以色會的人就熱鬧在討論這個事 他們就把他概念放在一邊前 但是有兩個非常有印象 正在教學 這次講 一個是Spinoza 因為經歷書那個時候都在Amsterdam出版了 在基督教的跟基督教的國家 他們都不允許被禁止 但是Amsterdam是一個做生意的一個比較開化的 而且比較自由的地方 就可以了 所以Spinoza也看過這個 而且他一直在找 他已經說了 神經的話不一定是歷史的事實 那個Martino Martini 他就 解說的歷史 當然跟 在神經說的歷史是很不一樣 所以Spinoza看過這個書 他就寫一本書 他就被趕走了 他是猶太人 不讓他做猶太人 所以基督教天生教也派斥他 很可憐 那個時候你不是在教會裡面 你根本都不是人 但是他是說真話 他受到中國的影響 而且Spinoza也有一個朋友 是Leibniz Leibniz Leibniz可能是歐洲最偉大的就是他自己 Leibniz跟Spinoza 在海洋裡面過了五天在談這個事 他們就把傳統的神學完全是達到了 所以Spinoza就說很有名的話 Natura Natura 自然是按照自然的法來做 道法自然 就是這個意思 我這裡今天早上也已經聽到了 對不對 我們的長道長 就已經說了道法 這裡 但是這個是在荷蘭那個時候 三百五十年以後 已經有 他已經說了這個法 那後來這比較開明的學者地方 說Einstein 有人問Einstein 你上不上宗教 你有沒有宗教 他說我的宗教 就是Spinoza的宗教 reibniz 最後 他說了一句話 他寫了一句話 有一本書 說剛剛從中國新學來的 Xenical historia Nosta Temporist Ilustrada 我們最後重視,中國學到的必須幫助我們自己,能量我們自己的思想。 它裡面的這個詩語裡面是一句話,他說拜託拜託,不要把我們的創教師送到中國,中國把他們的創教師送到我們這兒,教我們他們的自然哲學。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